今天我們就來談談皮膚濕疹 皮膚深厚 皮屑增多 黑色素沉澱 造成巨癢 跟氣候的潮濕 寄生蟲的叮咬 黴菌 細菌的一些間接的附著 可能都有關係 歡迎來到寵物圈圈保健室 大家有沒有發現 身邊的狗狗最近身體一直抓 抓到皮膚流濃還發臭 反反覆覆的 困擾得非常多的四組 今天我們就來談談 大家最常見的 皮膚濕疹 狗狗濕疹是因為 黴菌 過敏 寄生蟲叮咬 而感染造成 由於症狀的不同 而分急性跟慢性 急性濕疹 通常我們可以在皮膚 看到一點一點的一些 紅點 秋疹 所以通常在抓癢之後 會有一些腎出液流出來 導致異常的臭味 慢性濕疹 都是由急性濕疹而來 由於重複發作 反覆刺激 導致皮膚慢慢增厚 皮屑增多 黑色素沉澱 造成巨癢 通常會發生在 軀幹跟四肢的部位 不管是急性或慢性濕疹 其實都是皮膚發炎的一個狀態 如果只是因為單一因素的一些感染 通常我們可以加以控制 但是如果它背後原因潛藏的 可能是過敏問題 那可能就會比較麻煩 那皮膚病通常我們會要求 四組能夠定期回診 要把握關鍵期趕快做治療 通常我們會使用抗生素 淚固醇 甚至會用一些抗阻滋安 抗美菌藥等等 定期的追蹤 持續的用藥 非常重要 那因為皮膚病它本身的代謝 加上狗狗的個別狀態 通常它的療程會比 許多疾病還要更長 所以我們不建議 暫自停藥 一旦這當中 停藥可能就會產生抗藥性 會使整個療程變得更加複雜 而且漫長 失診的原因非常的多 通常這些原因都會導致 皮膚的一些屏障受到破壞 可能跟氣候的潮濕 寄生蟲的叮咬 黴菌 細菌的一些間接的附著 可能都有關係 看起來跟人類一樣很難找到原因 但是其實我們只要做到一些日常上的照顧 就能夠避免這些問題的發生 第一個方法是 定期投入外寄生蟲的預防藥 能夠避免跳蚤避絲上升 而導致皮膚病的發生 第二 定期清潔 經常性的幫狗狗做洗澡 疏毛的動作 能夠減少感染的發生 第三點 當然能夠補充一些保健食品 選擇一些 Omega 3、Omega 6 能夠降低皮膚的發炎 同時能夠維護皮膚的健康 另外我們也可以選擇像是一些 異生菌 它能夠調節狗狗的一些免疫系統 減少過敏的發生 狗狗本身如果有過敏體質的一些傾向 當然也可以詢問您的獸醫師 選擇低過敏的食物喔 第四點 環境清潔 定期的打掃狗狗接觸的地板 床單 被乳 毛巾 可以減少環境當中的外寄生蟲 黴菌包子和塵蟎等過敏源 狗狗的皮膚問題 往往需要主人長期抗戰 但是只要細心照顧還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喔 寵物不會說話 平時要多觀察它們 同時要定期做健康檢查 才能夠及早發現問題喔 記得訂閱牛新聞頻道 我們寵物圈圈保健室 下次見囉